身上白衣的男子被袁警拉着手臂借户离开 此刻他脸上的神情充斥着愤怒跟无奈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对着营造公司泼汽油 遭到警方当场逮捕 无信公投生气控诉 他在2019到2020年之间 承报营造公司在桃圆扬梅建案工程 总共存费700多万 但对方却急欠162万元 更离他顺气的是已经退一步 要求偿还112万 仍然迟迟拿不到钱 让他无法对底下工人交代 更指控营造公司老板有钱养60万元 红龙却不肯支付工程费 营造公司拿出对话记录强调一直都有相约协商 不过无信公投在过年前却呛吓说要丢汽油 但接着消失到17号突然拿着汽油瓶找上门 工程款向纠纷差点演变成火警现场 双方依旧各说各话 但想讨债却用错方法 公投也只能先接受司法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